国民党主席选举第二场证件发表会登场 六位候选人再次交锋 两岸路线不脱一中各表九二共事的立场 国民党在两岸关系上争取主导地位 迎战二零二零总统大选 党内数度激变开放非党员代表参选的可能性 洪秀柱也率先表态台照绝对不会坐教 民进党执政届满周年之际 也成为国民党主席候选人抨击的话题之一 强化重返执政的目标 就在我们祝福全台湾母亲的同时 恰恰好也是绿色执政满一周年 因为他们施政无能治国无方 更可以看见预见的就是未来可能会更严重 台独比美独还可怕 美独害你老婆孩子 台独就害了两千三百万同胞 因此我们绝对不考虑 接下来国民党还排定五场地区行政见会 至于六位候选人谁能胜出 5月20号党主席选举当天就能见分享 谢谢六位候选人 现在请各位回到位子上